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篇第四十六章三人 转眼三天已过 虚拟宇宙黑龙山岛屿九星湾 在一座幽静冲体木制的亭子下 穿着一身黑色长袍的黑发男子红和一身白袍的光猴雷神 正悠然的坐在椅子上边 平平的平海公司出品的一些稀少的茶一边交谈着 大哥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也没有看到老三了 黑神感慨道 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区别啊 信中若是挂念 即使相隔再远又算什么 红轻轻嗅了下手中的茶 好茶 论享受这虚拟宇宙中的确是远远超过现实啊 雷神无语的看着红 大哥 呵呵呵 红放下茶杯 微笑的看着雷神 我这几年在老师的安排下 一直在浅修 所以也就不想分心上虚拟宇宙网络 哦 之前你发邮件给我 说老三他们那边举行太厨秘境内部的资格战 都结束了 今天刚刚结束的 雷神看着红 所以今天老三会有时间 我约好了 让老三还有大哥你都来 我们三兄弟好好聚聚 三兄弟中 雷神虽然经常也在宇宙中闯荡 可大多数时间是留在银河系 留在地球 而红却是随着他那位生于寿命不多的老师 时光借助落 一直在宇宙中流浪 至于罗峰 则是在虚拟宇宙公司的核心逆境中 得到最巅峰的栽培 结束了 红眼睛一亮 笑看着雷神 我老实说能够被那虚拟宇宙公司 吸纳进太厨秘境的 个个都是宇宙中巅峰的天才 而且老三刚刚加入 应该会比较吃亏 这资格战怎么样啊 太厨秘境资格战38人 前三名有资格冲击原始秘境 白袍雷神露出一丝笑容 老三他冲进前三了 哦 红顿时点头 成绩如何呀 红追问道 按照刚才我和老三的通话来看 应该是三十六胜 一负零平 还太厨去第二名 雷神说道 第二 红露出一丝笑容 点头夸赞道 很厉害 非常厉害了 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算是巨斧斗无常的一份子 嗯 雷神点头 红的老师 时光戒赌洛 是获得玉主级巨斧称号的 所以 洛早就把巨斧斗无常给吸纳进去 当然 现如今的时光戒赌洛 寿命所剩不多 所以在巨斧斗无常中地位并不高 可是推荐的弟子被重点栽培 还是没问题的 红就是受到巨斧斗无常的培养 当然 因为时间短 红还没有被吸纳进核心层 虚拟宇宙公司和我所属的巨斧斗无常 属于宇宙人类当中最强的五大势力中的两个 红微笑道 而每次天才战 一千零八宇宙国亿万天才中的 前一千名 才会被吸纳进核心层 所以 向进核心层非常难 就算是我 现在还没能进巨斧斗无常的核心层呢 大哥 你一定能进的 雷神连忙的说道 红不在乎的一笑 核心层也分高低 老三所在的太处秘境 算是虚拟宇宙公司极为核心的 能在里面的 都是整个宇宙人类最最巅峰的一群天才 哈哈哈哈 说实话 我们和老三的差距倒是越来越大了 雷神撇撇嘴 红却是微笑道 他们俩虽然算是天才人物 可是现在罗峰的舞台 却是宇宙人类族群中 最巅峰的一个天才舞台 撇什么嘴啊 红看了眼雷神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 一直在进步 即使现在暂时落后 可终有一天 我们也能走到巅峰的 大哥 你追上老三 我对你有信心 可我自己嘛 看运气吧 雷神哈哈一笑 老三来了 红尧看远处的院门 那精致的拱形院门下 穿着简单休闲身 顺长短发的罗峰 便笑着走了进来 身体一晃 便穿过数百米的距离 到了停台下 直接坐在唯一空着的座位 笑着喊道 大哥二哥 有些日子没见了 听说大哥 你加入巨幅斗舞场了 老师引荐的 红点点头 老师他在巨幅斗舞场 也有些人脉 我也能少走弯路 巨幅斗舞场 很不错 罗峰夸赫道 巨幅斗舞场 按照罗峰现在知道的讯息来看 那巨幅斗舞场 和虚拟宇宙公司 属于五大势力中 较强的两个 其他宇宙 佣兵联盟 宇宙第一银行 宇宙星河银行 都要在势力上 稍微弱那么一点 看样子 心情不错呀 红笑着看着罗峰 冲进前三了吗 雷神也遇到 罗峰顿时无奈一笑 是啊 冲进前三了 这次能够在摩山 接触到摩英神将传承 实力得到大仗 对于太楚密境资格战 罗峰就有着十足的信心 而战斗 也的确如他所预料的一样 刚开始连续十二场切胜 胜得酣畅淋漓 罗峰都没有拿出太大的力气就赢了 然而那些太楚密境的老人们 一个个议论 认为罗峰早闯过了通天桥 第七层 赢那些老人们是正常的 一旦碰到五大高手 恐怕就惨了 罗峰和老人中的五大高手 在罗峰的第十三场战斗 终于碰面了 首先碰到的便是狼人 可罗夫 最强的可罗夫 可罗夫 罗峰心中默默的念叨 可罗夫是这场资格战中 罗峰遇到的五大高手中的第一个 这一战当时吸引了很多人重视 而罗峰本人也非常谨慎 那一场战斗的战斗场地 是在一颗星球的海域上空 罗峰和可罗夫只是说了两句话 便动手了 一动手便是狠手 罗峰先是直接凭借 一势为亚 压迫过去 借的就是靠眼神兵 施展出最强的威力 已是压人 被罗峰意识威亚镇压 那狼人可罗夫的确受到了影响 可是这一意识威亚 反而是让狼人可罗夫发狂了 发狂的狼人可罗夫速度无比惊人 特别是瞬间迸发速度 连罗峰操控暗云苏都有些狼狈 仅仅三招 第一转 抵挡住罗峰的眼神兵 剑之世界攻击 第二转 令罗峰狼狈受伤 第三转 直接灭杀罗峰 干干脆脆 毫无反抗之力 懵了 这一战的失败 让罗峰完全懵了 因为曾经击败过 撒金火龙 而后又得到了魔鹰神将传承 令罗峰非常的自信 可是 谁想碰到五大高手的第一个狼人可罗夫 闪电般的交手 也闪电般的结束 输得太惨了 当罗峰输得很难受时 太处秘境的那群老人们却是欢惊鼓舞 认为罗峰实力也不过如此 当年虽然击败过撒金火龙 可估计是当初撒金火龙太过大意 现在一遇到可罗夫不就露馅了吗 那群老人们认为 罗峰先输给可罗夫 接下来遇到其他四大高手也会输 第十六场 罗峰对战 撒金火龙 眼神兵一出 已现如今罗峰操控眼神兵的能力 完全压倒性的蹂躏 击杀撒金火龙 此战 令罗峰信心增加不少 原来不是自己和五大高手差距大 而是那狼人可罗夫太变态 而这一战 也让太主密尽的群老人们有些傻眼 扎金火龙输得实在比较惨 完全是被压制在下方 第二次场 罗峰对战尼南 尼南是个很阴险的家伙 可其他的速度根本赶不上罗峰 当一个武者 在瞬间迸发速度上 都追不上一个精神念师 那么注定了要被蹂躏 也同样输的 毫无争议 第二十八场 罗峰对战药剂石渝丰 这一场 是罗峰非常担心的一场战斗 因为根据视频来看 药剂石渝丰的能力实在太过变态 而且那些诡异的药剂 的确是防不胜防 谨慎期间 战斗一开始 罗峰就远远拉开距离 直接施展出剑之世界 用世界之力压迫对手 想欲以击杀 可不知不觉中 还是中了一种作用在灵魂上的特殊的要紧 幸好罗峰意志无比坚定 硬是抵抗住不良反应 想办法拼命击杀对手 显之右线的一场胜利 当赢了后 罗峰还收到了一封来自渝丰的邮件 新人 没想到你竟然能抵挡得了我制造出的卡斯沃六号要紧 不过下次你一定没这么幸运 这一战的胜利 完全震慑了整个太虫秘境的那群宇宙级老人们 狼人可罗夫 药剂师渝丰 这二人是老人中最强的两个 罗峰能击败药剂师渝丰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第三十五场 罗峰对战阁 阁的绝招 罗峰通过视频观看 阁和狼人可罗夫的视频早就看过了 所以早就有所准备 根本不给格净身的机会 直接凭借眼神兵击杀了格 一共三十七场战斗 罗峰是三十六胜 一负零品 狼人可罗夫是三十七胜 零负零品 药剂师渝丰是三十五胜 两负零品 按照积分排名 罗峰他们三人自然是最高的三个 自然而然 这次太土密境内部的资格战 前三名最终人选 就是他们三个 他们三人 有资格冲击 原始密境名额 可罗夫 罗峰回忆之前三天 经历了一场场战斗 最后还是和可罗夫那一场 最让他震撼 他的实力 比五大高手 其他几个人都强大太多 我眼神兵已经施展到那番威力 竟然被他一招就挡住 哈哈哈哈 还在想之前的战斗呢 亭子下白袍雷神 笑着说道 痴迷着才能获得大成就 红威笑道 罗峰这才从回忆中醒过来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十篇 第四十七章 原始密境 不好意思 罗峰摇头 之前我和可罗夫一战 现在还没法忘掉 说得很惨 红反问 还用问 雷神咽喻地笑道 罗峰端起旁边的茶杯 轻轻品了一口 这茶杯的泡茶茶叶 是平海公司在虚拟宇宙的环境中 专门种植出来的一些茶叶 那种唇香的确是回绕在唇齿间 品了一口 这才感叹一声 的确是说得很惨 让我冲击原始密境 都没有一点把握了 资格战前 罗峰雄心勃勃 想要冲进原始密境 自己都得了部分的魔鹰神将传承 念力阵幅飙升 冲击原始密境绝对有信心 然而和可罗夫的一战 却仿佛被当头浇了一头冷水 差距啊 差距很大 叔不怕 红微笑道 就怕没信心 大哥 罗峰看向红 我小时候是在杀手训练 营渡过的 红眼眸中有着一丝追忆 论体制 我们黄种人和白种人黑人 本来就有差距 我虽然落后 可却一直在前进 直至成为最可怕的杀手 而那些原本天赋比我强的 却一个个被我超越 罗峰静静的聆听 所以啊 红微笑的看着罗峰 老三 其实天赋虽然重要 却并非绝对 你天赋好 修炼很快 没问题 你修炼万年就成不朽 那我修炼十万年 百万年成为不朽 不就成了 说不定 天赋好的还提前隐落呢 罗峰愕然 是啊 老师曾经说过的那位超级天才 在借主期 就曾经能够灭杀 封侯级不朽的那位天才 不就隐落了吗 都没有成为不朽 所以 一时的惊人进步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细水长流 稳定 红看着罗峰 修炼最重要的不是和别人比 而是和自己比 只要你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超越自己 那么终会越来越强 有一天你会发现 整个世界 你已经找不到对手 你已经天下第一 罗峰静静的聆听 对这位大哥红 罗峰是很尊敬钦佩的 在单纯武力上 自己是强 可是在星境上 自己这位大哥 已经能够媲美华夏历史上的一些 所谓圣人存在 哈哈 老大 你当初就是这么成为天下第一的 黑神笑着说道 看着罗峰 对 红眼神平静 点头笑道 当年我就是忠于我手中一杆长枪 你手中一杆长枪 铲出天地之力 一步步超越 我自己都没想到 大涅槃时期 我竟然就成了这地球上的第一人 罗峰 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不可急功近利 去尽心追求自己的极限 罗峰说道 红满意的点头 和大哥二哥的聚会 持续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最后三兄弟才分开 大哥继续去潜心修炼 二哥也是亡他自己的事 而罗峰自己则是一时回归 全神星投入到 去接受摩英神将传承 罗峰发现一件事 每次和大哥二哥在一起 都会有所领悟 对将来的路看得更加清晰 这就是心境 在修心方面 二哥比我强 大哥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罗峰也觉得 大哥现在虽然还没展露光芒 可终有一天 在这浩瀚宇宙中 会展露他的耀眼光芒 这种感觉纯粹是潜意识中的 大哥说话虽然平静 和那种自信 完全融在骨子里 派出秘境内部资格战 结束的第二天 原始秘境资格战开始了 因为宇宙级的原始秘境成员 一共才五个 所以他们的资格战 在一天内便会结束 而原始秘境资格战 显然是令核形层 其他秘境的一个个天才们 都无比关注的 一时间不知多少人都在关注那些战斗 泰楚区 马卡星王子殿下乌卡的庄园 罗锋荣军乌卡三人 正聚集在客厅中 一边喝着酒 一边看着眼前的屏幕 看着那原始秘境 一场又一场的资格战战 我的庄园啊 要不了多久 我恐怕就要搬出泰楚区 去天地去了 乌卡坐在沙发上 高声的感叹着 瞥了罗锋荣军一眼 你们两个家伙 我们泰楚三雄 应该在一起的嘛 你们一个冲进前三 一个也能继续留在泰楚秘境 罗锋荣军都笑了 资格战 罗锋排第二 荣军是排第十九 荣军算是很艰难维持在前二十 这样就不用去和天地区 前十四上 可以说已经板上钉钉 继续留在泰楚秘境 而乌卡却不出所料的 还在倒数第六 其实另外六名新人 乌卡 奥帕特拉 兰斯洛 埃尘 姜莫千水 刚好是在倒数最后六名 乌卡能排倒数第六 已经算不错了 不过 他们还将和天地区前十进行厮杀 可除了他们六个外 其他个个都闯过通天桥第六层 他们注定要去天地匿境了 哼 每一届新人都是这样 都会吃亏被淘汰到下一匿境 我是新人吗 乌卡盯着罗锋荣军 你们两个等着 我很快就会再杀回太宠秘境了 好 我们等着 荣军笑呵呵的说道 努力啊 乌卡王子 罗锋噎语了 话刚说完 屏幕上正播的原始秘境的一场战斗 非同对战龙云的已经结束 哎 龙云好可怜啊 乌卡感叹道 对 荣军微微点头 他跟原始秘境其他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 罗锋也微微点头 原始秘境一共是五个人 三名老人 两个新人 两个新人当然是天才战被选进去的波澜 和龙云 波兰在被罗锋刺激后终于醒悟 清醒认识到自己并非真正逆天无敌的天才 那般放纵天赋浪费天赋是很白痴的行为 所以改变了想法 确定以空间法则为主 两年前 波兰已经成功的闯过通天桥第七层 三名老人则是 菲托 司马延 莫洛 其中 菲托是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 宇宙级成员中 唯一一个闯过通天桥第八层的 司马延 莫洛则都是通过通天桥第七层 当然 他们俩都通过第七层很久了 嗯 龙云真可怜 他遇到谁都是输掉 要是我 早就直接弃拳了 还打什么呀 乌卡摇头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五个人 一个闯过通天桥第八层 三个闯过第七层 而龙云是闯过第五层 别小瞧他 罗峰看着屏幕中 那倒下的龙云尸体 明知道 秘书无疑还一场场去战斗 不是一般人 嗯 容军也轻轻的点头 看 摩洛对战波兰了 乌卡喊道 罗峰容军立刻将注意力集中 盯着眼前的屏幕观看 人知密境中的两名星人 也就波兰还有点反抗能力 可是之前波兰碰到三名老人中最强的飞驼 却是输得很惨 他跟摩洛都是闯过通天桥第七层 容军低沉道 而且都是近身战无扯 这一战或许波兰有一点希望 嗯 罗峰轻轻点头 是 是有一点希望 只是一点希望 战斗开始了 波兰的剑法无比犀利 而且身法诡异莫测 而那莫洛却是站在原地 以不变硬万变 以他那一套授权抵挡下波兰的一次次攻击 二人厮杀的场景 引起大山崩塌 森林毁灭 波兰每一件都能令那星球的地表出现一惊人无底的深渊 而莫洛的每一拳每一脚都能令苍茫大地出现巨大的伤痕 瞬间交手数十次 莫洛瞬间抓住一次机会 付出一条腿的代价 贴身瞬间击杀波兰 好 莫洛瞬间 双眸迸发出野性光芒 又说仿佛一条弯曲的蟒蛇 猛地窜出一把抓住了波兰的脖子 咔嚓 瞬间扭断波兰的脖子 手指直接刺入波兰的头颅 波兰死 寂静 屏幕前罗峰荣军乌卡三人 都沉静许久 波兰的实力不可谓不强 可在原始秘境老人面前 依旧被击杀 好可怕的近身战斗啊 乌卡轻声道 乌卡也是走在近身战流 可是和没落一比 他明显发觉彼此差距何等惊人 很可怕 荣军也眉头皱起 罗峰却是屏息观看着 同时脑海中不断回忆刚才没落 瞬间抓住机会 击杀波兰的场景 一次次回忆重放 越想表情就越加凝重 那没落的授权真不愧是 起名为授权 或是犹如狐狸 或是犹如蟒蛇 或是犹如野狼 或是犹如猛虎 那种凶悍 狡猾 阴险 完全发自自然的 他这授权是他自创的 而其他人都是学习的别人秘法 罗峰心中默默的 自创的使用起来 当然更加容易发挥出 最强的攻击力 没落很强 可是 为什么我总觉得 他没有狼人可罗夫枪呢 罗峰咒眉 可罗夫却只是太处秘境 真诡异啊 没落的墙 是令罗峰谨慎对待而止 而可罗夫却令罗峰感到绝望 没希望咯 坐在沙发上的乌卡高声喊道 波兰输给了没落 恐怕面对 无者的克星 幻术师司马炎也会输掉 那么注定 这一次原始秘境的 莫三位中 肯定有波兰和龙云了 虚拟宇宙公司的规则是 原始秘境的莫三位 和太处秘境的前三位 共六人 争夺唯一的原始秘境名额 现在看来 龙云波兰 恐怕都是倒数后三位中的两个 那非托 作为唯一一名闯过通天桥第八层 优势无比明显的存在 拿第一问题不大 原始秘境的莫三位 一个是波兰 一个是龙云 还有一个是谁呢 乌卡皱眉道 反正肯定是莫洛和司马炎中的一个 龙军说道 罗峰 你认为是哪一个 罗峰则是皱眉 哪一个 莫洛 一定得是莫洛 莫洛只有排在莫三位 那么自己才有机会和他交手 我一定要亲手击败他 将他踩在脚下 一定 罗峰心中早就有着一口恶气难消 此次资格战 只是一次发泄 如果现实中有机会 罗峰绝对不会留情 当年莫洛那一脚踢出的时候 就决定了 他们二人 必定有一人 得死 未经许的 不 未经许的